大家見不見到我後面呢? 我還在Kiruna北極圈這個城市 後面這座山其實像山飛山 後面有一粒塔的東西 但我想我zoom不大給大家看 看看吧 應該zoom不到了 其實很遠很遠的 那裡有一粒塔 剛才我就問當地人 我說這個塔是什麼來的? 他說是一個升降機來的 當然不是真正的升降機 而是什麼呢? 而是穿下去地底 在鐵礦牆的一個升降架 那沒錯 那為什麼我要說一下這件事呢? 就是Kiruna這個北極圈呢 就是全世界最大的鐵礦中心點 當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 到現在這一刻 都是相當之多的鐵礦 就是從這裡 開採 然後就跟火車鐵路 運到挪威的Narvik Narvik我明天就會去的了 輸出去海港 運到全世界使用的 你想想一下 其實我們人類都很瘋 即是我們會在北極圈裡面 發掘到鐵礦 於是會把整個環境破壞了 當然你現在看到這個四圍的城市 都很漂亮的 尤其是夏天 綠草如茵 但是呢 這裡有個故事就是什麼呢? 就是 因為這裡整個Kiruna的陣 都是掘在鐵礦裡面 於是乎呢 其實很多鐵礦在地底一路挖 其實整個城市將會下沉 我們沒有在這裡建港鐵 都會下沉的 下陷呢 慢慢慢慢整個城市 如果你由鳥陷圖去看的話 就是一路下陷 一路下陷 一路下陷 所以接下來 將會 市政府想將整個城市 向東面遷移 希望萬一 整個鐵礦場下陷的時候 都不會影響到真正居民 但是我還是覺得一件事 人類是不是瘋了 好好的不極 你都搞成這樣 完